另外一些普通基建股 1800和390 其实是上个星期说过 我觉得都可以去留意 看回那个低位 这些低位是不应该失去的 它慢慢一路一路 这些是矮子排楼梯 这样摇上去 你说很大的惊喜 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惊喜 因为它本身的尺寸 其实比较大 它真的要摇很多单出来 让大家看到 才有机会刺激得到股价 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星星 但是现在整体上来说 资金层面其实都是流入基建相关的类别 我相信其实来说 整体资金流向和整体股份走势 仍然是有机会保持着一个向好的格局 但是永远都是要留意 其实正如上个星期说 都是一样 你看回向下 万一向下失的话 我觉得其实可以放远一点 这些向下失回你 即是4元这些水平 都应该就要撤退回 因为你整个打底 其实这个也是有机会捉到出来 做个圆的再抽回上去 那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走势 如果他原来是打不到那个底 又抽不到回上去 反而向下失的话 我觉得就怎样都应该要 看一看出来 因为你现在就是4.32和你4元 其实不是差很远的 那你向上有一个upside 可以上网就是4.7多 4.5到4.73这些水平 向下就不需要放得太远了 你一失了这些低位的时候 4元就应该要撤离 那始终为什么 因为你在不同的sector炒作 现在资金 但万一整体的大线不同 或者原来资金的口味 又不同sector转走的时候 可以来气冲冲 所以大家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是一些需要是比较控制你的资金 但是又不是说完全没有银食空间的一个机会 你买进去可能就是你要看着 不能够太过进取 可能你几个percent的上网 或者是十几 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 可能你中国建筑这些 其实你都已经有了 所以我又觉得很selective 这样达出来 要去看 和dual thematic 然后里面去再达 谢谢大家